韩国男团B1A4队长郑勇和成员Battle早前宣布约满 B1A4将以三人的阵容重新出发 但经纪公司WM娱乐一直表示 不排除将来五人再合体 给粉丝们留下了一线希望 1月4日WM事务所宣布 27岁的成员CNU最近收到入伍通知书 他将在1月22日以现义兵身份入伍 成为B1A4中第一个当兵的成员 而原定会出席的海外活动 CNU将迫不得已缺席 殊无所指CNU将会健康的旅行国防义务 以更成熟的面貌回来见大家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其实CNU的入伍将会使B1A4 在接近两年的时间内变成了两人体活动 不知道两名成员会做怎样的发展呢 另外近期专注演戏的郑勇 在接受访问时就说到 仍有继续作曲写歌 即使做演员 今后也会继续做音乐 当谈到会否有机会 见到B1A4在合体时 郑勇表示自己不是退出组合 B1A4合体活动是一直都有可能性的 WM事务所都有讲过 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希望真的可以这样子 搜狐视频 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Let's go We'll 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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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